20几个搜救队员带着头灯 忙了一整天终于在河床上 找到失踪的特战士官 但已经明显死亡 搜救队员将死者固定在卷室单架 再用绳索慢慢往上拉 在军方人员的协助之下 用人力接驳搬运的方式 将死者送上救护车 20号上午民众报案求助 在陆军特战部队服役的潘信士官 19号休假到台中谷关的亲友家玩 晚上独自到马轮山登山口附近散散心 疑似摔落到百米深的悬崖下面 失去了联系 搜救队员在登山步道旁的树枝上 发现他所戴的散兵帽子 就从这个疑似摔落点架设绳索展开搜寻 你要不要站右边一点 因为这里有前面 你的正前方有一颗石头 搜救队员做好绳索下降的确保准备 再慢慢沿着陡峭的山谷边坡垂降下去 还有一组搜救队员来到山头的另一侧 又望远近目视斜巡 失踪者可能的位置 搭配无人机升空监控 终于找到了人 搜救队员架派人手下去支援 还得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 弟兄有难国军特战部队 也派出14名官士兵加入搜救 40几名军警一销一起找人 可惜最后没传来好消息 军方表示28岁的潘信特战下市 服役9年多表现正常 将会协助家属处理后续事宜 家属透露这名特战士官 独自抚养母亲与生病的哥哥 一个人支撑全家的生活开销 非常孝顺 没想到深夜在山区散散心 却发生了意外 华氏新闻引致刚宁建峰红定辉 台中报道